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都是我拍的呀 都是我的心血啊 是不是 都是我们一个剧组几百号人耗了几个月拍出来的东西 在我眼里都是好东西 对吧 自己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我不焦虑 比如接下来这些角色会考虑粉丝们可能想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黄景云吗 这事上我还是比较自私的 我还是希望演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比如微博上可能会有粉丝还说 想看你拍古装戏 可能也不会说是因为粉丝的这样的想法 说我去接一部古装的 就是我会尽量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尽量满足大家的心愿 但是前提还是要我认可我喜欢的东西 你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因为这么多粉丝这样的偶像 你觉得粉丝的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互相照顾我们 你会不会担心说就是比如有恋情了 或者有了自己的这种情感生活之后 粉丝在网上说我要脱粉这样的 那是你控制不了的东西 我一直都是把所有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都不太往心里去思考 因为你思考了也没用 是吧 这种控制不了的事情 我也没办法 而且这个戏其实周期又挺长的 然后再加上可能很多里面有一些军舰武器装备 涉及到这些保密的问题 所以整个周期拍下来 是不是觉得说好像比其他的剧组 要待起来更枯燥一些 枯燥 是每天你如果在现场拍戏的话 你就不觉得无聊 但是如果你没戏待在那的话 就会很无聊 因为它没有任何 你找不到一件事情做的时候 你知道 没有书 你街上卖的报纸看不懂 阿拉伯呢 对吧 你出门它也没有什么商区 唯一是集市 都是卖蔬菜的 卖香料的 你说我去逛什么 这是找不到事情做 你就会有点不舒服吧 待到后来 待到后来也习惯了 我可能在院里看蚂蚁也能看 我在院里看云菜也能看 摩洛哥比如喝酒的机会多吗 因为好像哈勒国家 酒也挺难买的 喝酒机会挺多的 因为他们之前是法国的殖民地嘛 所以他们的红酒其实很好 而且很便宜 几十块 一百块迪拉姆就能买到 一百块迪拉姆就喝几十块人民币嘛 也很好喝 但是我们有时没事呢 就喝一点 没事就喝一点 所以跟剧组里面谁会精神 就是喝酒的机会还蛮多的 那银房 银房我们 银房我们俩老在一起喝 我俩住得近 一哥 一哥没事 我们也喝 好像一哥脚受伤了 受伤那段时间不是不能喝吗 后来还好了 还能一起喝一喝 杜江我们也一起吃火锅 大家都在一起喝 因为杜江刚才说 就是你还有银房 然后他一块出门的时候 包括街上可能摩洛哥的女生 都对你们特别的感兴趣 对银房特别热情 对银房特别热情 还要跟银房合影 哎呦 银房可能是这个长相 比较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审美吧 所以银房之后 新年 接下来因为这个枪炮腰化 已经拍完了吗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角色吗 我过完年我要去拍那个破冰行动 是一个 我演一个基督警察 啊 啊